在云南猛辣的边境口岸 有这样一个捉虫小队 每天拿着放大镜 显微镜 让进口农产品上的有害生物无处遁形 严把食品安全观 随着来自东南亚的水果等农产品日益增多 他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忙碌 下午三点 云南摩罕公路口岸的水果进境查验场地 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间 一车车自东南亚进口的榴莲 山竹 柚子 西瓜陆续进入查验场 王丹和他的同事也带着百宝箱赶到 开始了今天的捉虫作业 是我们一个植物产品检验检验的人主张 像开果的这种竹子 然后放大镜看虫的这种 然后这个是那个虫样取样瓶 其他的一些像小刷子那种 比如说这个虫是自作在那种裸体表面的 就就是把它扫出来扫到那个瓶子里面 车上的冷藏货柜依次打开 王丹将挑出的水果样品拿到查验台上 详细的检查是否有腐烂 没变等病害症状 以及是否携带虫子 虫卵 查出的虫子要被送到专业的实验室 鉴定是否为检疫性有害生物 为了加快进口农产品的查验速度 猛辣海关将初筛实验室直接搬到了查验场地的旁边 从业30多年的直检专家白永华告诉记者 口岸离猛辣县的技术中心忙返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初筛实验室搬到这里之后 农产品通关快了不少 白永华告诉记者 平均每天大约会有十几种虫子送检 而每年他能够查出二三十种 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外来物种 近年来 我国持续扩大优质农食产品进口 以云南为例 今年前三季度 云南省进口农食产品221.3亿元 同比增长3.9% 其中近六成从边境口岸进口 在最高峰期的时候 单日监管进出进车辆合计是1100辆 货运量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来的时候刚好是 就是蒙拉海关的货运量 开始有质地转变的起点吧 到今年的话 基本上已经翻了很多倍了